最近一段时间 有一个名词非常的流行 叫做新计划经济 其实回归计划经济的这个做法 并不是起源于习近平时代 六四以后就做好了这个考量 很多人误以为新计划经济 它是依托云计算数据流 使他们具备了对整个社会的监控 在这个基础上去发展出来的 甚至有一些人自己贴钱 搭建了未来社会的模板 貌似可以建立一个 无死角全景式的信息社会 其实那是他们想多了 即便未来是新计划经济 它的基础还是三个 第一 苏维中用的陈云式的计划经济 第二 毛泽东在1927年 他所做的湖南农村考察报告里面 提出来的农民合作社 第三 就是枝繁叶茂的农村供销社体系 这个东西才是他真正的依托 信息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些 用于监控的大数据 它只是用来装点门面 这个东西呢 就跟我们经常说的明星 或者士气一样 你比如说明森吧 明森它就直接影响到明星 这个东西呢 你看得见 你摸不着 士气也是一样 一支朝气蓬勃的军队 它的士气很足 但是它来源于很多方面 并不一定兵精良足 士气就是满满的 你没有办法去具体的测算它 因为它没有一个准确的换算公式 新的计划经济呢 极有可能会到来 所谓的计划经济 新计划经济 它本质上都是暂时经济 它回归到这个票证体系之后 整合整个社会的资源 统筹安排统筹管理 计划经济并不仅仅是 体现在经济上 它甚至也体现在福利上 1997年到2015年 中国刑法中被加入了一条 叫朴树幼女罪 朴树十四周岁以下的幼女 被单独从强奸罪 罗列了出来 这条罪名 它其实是官员专用的 要说计划 这就是计划 因为计划中包括着福利 这一类 我们应该准确的理解 计划经济 它这个东西 你不要以为 仅仅是在经济体系内 体现的 其实不是 它包括的方面很多 我们刚才说的是福利 这一项 现在我们知道 所有的官员 他是要先入党 你不管是执政的共产党 还是那几个派手党 哪怕单独列出来的一种 叫无党派人士 他其实都是站队 九千万党员 七千万吃财政饭的 这的的确确 它就是一个供给制 计划经济 它就体现在这个上面 有一些人 没有经历过计划经济时代 听说的也不全 老以为计划经济就是大锅饭 其实不简简 单单说是大锅饭 一句话就能概括 有人曾经总结过 在计划经济时代 你行政级别低于13级 你就不能跑到行政级别 超过13级的小伙房 去用餐 整个计划经济的过程中 他把每一个人都给你明确的定了位 所以计划经济如果真的到来 他将会很可怕 因为这30年来 很多人已经慢慢的被松绑 他已经习惯了 有一些隐私 有一些自由 随着监控的普及 乡村 头上有卫星监控 城市 满大街都是摄像头 所以一旦进入计划经济体系 人们的隐私 将无法得到保全 那就不仅仅是手机电脑的问题了 有一些人提出来 说是 现在是互联网时代 即便中共想做 他也做不到 其实你们可能忘了一点 所谓的互联网时代 他有一个明确的特征 那就是各国之间 他有一个信息高速公路 我就想问一句 全球14个根服务器 中国有一台吗 内循环一旦建立 他就不需要这个东西了 你能干什么 当你的老婆孩子 哭着抱着你的大腿 求你不要再翻墙 至少是翻了墙 也不要再发生的时候 计划就真正实现了 计划经济不仅仅体现在经济上 它更体现在人们的思想上 当大家都不敢发生的时候 这个计划才算完成 我们可以很明确的知道一点 没有人愿意计划经济到来 但是我们没有能力 阻拦这么一个趋势 从目前情况下来看 国门很快就会被关闭 因为中共不会让任何 影响他们统治的思潮 进入 在计划经济的体系内 外部的任何一丝 进入的东西 都必须要经过审核 得到允许以后 才会被加入白名单 当然 现在探讨这个东西 意义不是很大 因为只能作为一个警醒 它有前提 它的前提就是什么呢 外部社会明明确确的封锁中共 它必须要建立内循环 这个时候新的计划经济 才会迅速的被展开 它有几个前提条件 第一 外向型经济受损 中国和外部的往来被阻绝 几乎无法换得正常使用的外汇了 在这个时候 它会觉得继续跟外部交往的可能性 已经不大了 它才会开始启动 启动也有几个特征 关闭国门的同时 它会彻彻底底的搞一次三反五反 依据现有的数据流 吃太多的这些贪官 面临的就是两个问题 其实也就是一个战队问题 是让你交赎罪赢 还是彻彻底底的把你打倒 踏上一万只脚 这个就很难说了 关闭国门以后 这个政权还能再继续维系下去 我们不知道它能维续多长时间 但可以明确一点 一旦走入国门关闭 开始搞三反五反 开始计划经济 开始搞内循环 这个时候我们能看到很多人 通过大数据来向政府 献媚 借以保全自己 他们唯一需要摧毁的 就是假政制作的这么一个行业 因为在电子数据的控制之下 原有的票证经济 被电子凭证所代替了 连做假政 都不能干扰到正常的计划 其他他们能做什么呢 面具一旦被撕开 所有的现在正在玩的游戏 都会被终止 只有中共允许的 现任的皇商 才能继续玩下去 他们将制造新的游戏规则 前期不管你蹦得再高 闹得再欢 你就是再成功的企业 你也将在这次混改中 失去自己的股份 能不能继续获得成功 主要还是看你的战队 你战队战错了 不仅游戏没得玩 生命财产都得不到保障 现在有一些人 大肆地在吹嘘 新计划经济时代的来临 它会给中国带来变革 会让政府更有效地 去进行发展 会让民众更幸福 这一些说法 不仅仅是拍马屁的问题 他们也是要保证自己活的 他们想门混过关 但是这个可能性几乎是没有 外部社会一旦被封闭了 整个内循环过程中 政府能够掌握的资源 是有限的 所以玩家不会太多 只有这一任 与他们密切相关的 有血缘关系的 有长期足够被他们所信任的 这些玩家才会下场 所以你不要看 专家也好 教授也好 或者说现在正在蹦啊跳的这些 倡议 新计划经济 庆祝他们来临的这些小丑 你不用去管 很快 他们将成为过眼一年 我不知道这个东西什么时候会来 但是它来了以后 它会延续这个争权的寿命 大家不要小看它 真的进入了这种状态 可能痛苦 还要再延续下去 明明确确的 这是一种倒退 这是力潮流而动 因为在计划经济的体系下 每个人都是被标明了价值的 人人生而平等 大家梦想的自由 将不复存在 它所有的一切 都是基于一个基础 维持政权的延续 甚至不要正义性 看到这个东西呢 确实心里很不舒服 最近一段时间 我在跟群友们解说一些 比较热门的一些词汇 比如说像强拆 计划经济 新计划经济 地方在 这些事情都是在现实生活中 正在发生的 你不管它 有多么的恶劣 对人们的打击 有多么严重 一定要记住 这就是现实 我们只能面对它 清醒地看到这个社会的本质 你才有可能去改变它 这样是